去家过日子 洗衣粉洗衣液 都是去家具备品 很多人习惯多买点囤在那 反正经常用 最近本期有不少市民 就在街边遇着那种 推销某大牌洗衣液的 这价格比超市里 甚至比网上还要便宜 但是买回家一用 可有点不对劲 这个是满香 这个得是两斤多 这个是个拼香 差不多还有点底唇 这边得有一斤多 现在拿出去必须得采编 这是它这个棺树立业的机器 紫盒 商表 打码器 这是本西警方打掉的 一个帽牌洗衣液的制作窝点 但是这些成吨的假帽洗衣液 却只是整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随着产业链中的一个个隐秘环节 被警方侦破 这个覆盖全国多个省份的造假链条 终于被彻底端掉了 而警方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个产业链 线索 竟来自于本西市田女士 在2021年8月的一次购物 田女士买的是一种品牌洗衣液 销售人员自称是正规电商企业的配送人员 而且还穿着这家电商的工装 这让田女士彻底放了心 觉得洗衣液虽然便宜 但品质应该是有保证的 可是田女士回家使用后 却发现情况不太对劲 跟田女士有相同经历的 还有本西的崔女士 发现问题后 田女士和崔女士先后报了警 群众的举报 发现街面上有不少冒充精动的快递员 销售他们精动快递物流 所谓的生活违货和内部的商品 全是蓝月亮牌的洗衣液 一般这种妇女都知道 蓝月亮这种洗衣液的市场价非常高的 他们就以低价销售三到四者销售 平时不有二维码吗 他们就少了一下二维码 联系一下厂家 发现这个假货 此时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 假冒洗衣液背后 极有可能暗藏着一条不为人知的产业链 于是本西警方立即跟这个品牌洗衣液的厂家 取得了联系 厂家对这个事也非常重视 他们说 整个现在他们也发现了大量的举报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当时的名单给我们了 当时是几百个人受害 整个涉及到咱们辽宁省七个地市 根据民警多年来的办案经验 这几百名受害者 其实只是跟厂家取得联系 并且留下联系方式的消费者 而那些没有反馈的受害群众 可能会人数更多 警方决定成立这案组 顺藤摸瓜 去找一找这个假冒洗衣液的源头 在那里 侦察员乔装打扮 通过秘密侦察 终于拍摄到了 假洗衣液推销人员的销售过程 这名男子一看侦察员靠近 立刻警觉地离开了 警方随后通过秘密跟踪 发现在辽宁地区销售的人员 多达数十人 其中除了个别销售人员 身穿黄色快递公司服装外 其他的绝大多数销售人员 都身穿京东商城的红色外套 他们有的骑着电动车 有的开着小货车 走街串巷的都受假冒洗衣液 他们得穿上京东的衣服 正常嘛 他们卖不出去 得需要穿京东的衣服 获得了消费者的应可 市场价是五十块钱一桶 他们老百姓买到手里 就是二十很便宜 本西警方通过秘密跟踪假冒的销售人员 终于发现了一处藏匿库房 虽然成功发现了这个库房 但是警方发现 这个库房里的库存并不多 应该还有更大的库房和制作窝点 于是警方通过深入摸牌 终于发现在辽阳灯塔的两个村子里 分别藏有一个洗衣液的加工点 两个生产过点 他们都是白衣生产 凌晨就出货 出完之后 出货到底定的货站 货站之后 把这个分发给各个校船议员 大连 盈口 沈阳 辽阳 本西 福顺 等几个市 发现有这种集中的销售 一个城市 你销售一两个月就停了 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 情况侦查清楚后 本西警方抽调百余名警力 同时对两个加工点进行了查处 查获未贯装洗衣液三吨 扣押假冒蓝月亮牌洗衣液 1200余箱 假冒著名品牌的洗衣液 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正规品牌也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刚刚有消费者说 是看到了快递小哥的制服 还有小货车才相信的 那么这些所谓的快递小哥 跟知名的电商平台有关系吗 违法嫌疑人李某交代 他就是辽阳灯塔地区的无业人员 看着身边有人做了假冒洗衣液的销售员 他觉得有利可图 也就动了心 拖就是我们灯塔 就是那个羊角 就有做这些衣液的 也用不着拖管 都知道谁谁打做这东西 到那就是说22块的一仙 第一次就上了十仙 卖的小皮快了 下回就躲进几价一点点的 就这么卖 卖的就是六七十五六十多千多卖 一天他们就能销售一千多元到两千多元 甚至有了手稿的能卖三千多块钱 他们每卖一价 卖一价平均价能卖到六十到八十 他们的上货价也就二十出头 这样算下来 他一天能挣一千两千 所以说货力非常大 李某供述 他们卖货全靠忽悠 而且必须打着京东快递人员的幌子 为此他还特意从网上购买了京东快递人员的服装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抓获嫌疑人二十五人 不但端掉了这两个黑加工点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还发现了大量假冒品牌洗衣液的外包装 包装箱没错 来月两个月的 是不是 搁哪来的这个 这个你就得问我这个 我整个不知道 全是吗 这个 这是什么 那是桶 不容桶 警方发现 这些假冒的洗衣液的商品标贴 瓶装罐和外包装纸盒 做的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而且数量巨大 端了窝点只是第一步 这些产品外包装是从哪里来的 假冒洗衣液的技术又是跟哪儿学的 警方继续追查 并且跨省追到了源头 通过突审 警方发现流入辽宁的假洗衣液 不仅有疗养产的 而且还另有神秘来源 你这些窝哪里的 河北发的 河北发的 河北什么地方 河北宝庭 宝庭 宝庭前面有一个县城 其实哪咋也不知道 你这个窝 你搞河北那边进家多少 20元零五 为了彻底销毁这个造假产业链 2021年12月5日 本西警方赶到河北省 找到了这个产业链的源头 这设备 包括这锅盘底 包括了 你看 还挺胖的啊 这些 你看 这种 这种拿月亮的表 你看到吗 拿月亮的啊 这整个的 全是拿月亮的啊 都搭开 都去 看不成啊 你看 你看那劲儿 你看 来月亮的 看到没 这都有 这什么的 都有表 然后整个的操作材 包括有九万饭 九万罐 这些东西 整个这个铺房 我们都封锁了 这是河北窝点的 整个他们机械设备 那个更险进 这个东西直接连着他们那个成品罐 直接从热就出罐 然后在这就贴表 这地方你看 来月亮的表 表 字都都有 然后这是防腐剂 他们生产这个东西 必须用到空间防腐剂 他们这个防腐剂 加的量 要比正规的配方要多一些 因为它怕坏 所以说这个导致 它这个防腐剂增加了 它这个洗衣效果 肯定会不好 本西警方在河北省的行动中 除了打掉两处大型假冒洗衣液窝点外 还发现了一处专门制作假冒洗衣液商标 和外包装的加工厂 哪月的 三公斤状的 两个 还有两个 还有小的 这样的 是三公斤状 二代的 亮白整色 虚似长相 然后这个奥庙 这奥庙就红头的 奥庙的 奥庙三公斤状的 往下开走 奥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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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从我们从河北包装那个窝点扣压的 整个一共扣了一万多个包装馅 子隔馅 他们这个子隔馅成本就是三块钱 看蓝月亮比较致 注射非常妙 模仿的非常像 经统计 警方在河北 共扣押成品假冒洗衣液一千五百余箱 未灌装洗衣液五吨 抓获主犯五人 成功打掉了这个向全国出货的假洗衣液窝点和假包装窝点 直接损失可能给蓝月亮造成五千万的损失 但是间接的损失包括品牌的效应 这个是无法估算的 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么快时间内给它打掉了 相信这个对这个品牌的支撑这个也是一个出动作用 同时那个包括京东这块给它打完之后 要不然现在这个对京东这个品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京东公司在上个月高层来我们这个市局 表示感谢给我们赠送的锦旗 然后蓝月亮公司咱们也赚上来 给我们送了一面这个牌匾 对我们工作非常肯定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保护营商环境 咱们辽宁公安绝不含糊 通过这件事呢 咱们大家伙也得总结经验 总结教训 购买商品不能只顾着便宜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 大家注意是正规渠道 因为现在正规渠道你网上也好 线下也好 也经常有一些打折促销 非常的便宜 但是你这个渠道是正规的 你就可以放心 为什么呢 万一咱说买到假货的话 可以呢 就是有商家你去找他去推换货 或者到消费者协会 当地的工商部门去举报维权 都可以 但一旦这个渠道是骗局的话 那么咱们维权其实就只能打110了 希望大家伙也都吸取经验和教训 马上置办年货了 不能光图便宜